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首先要看的是 中国又有重要的都会区 宣布封城了 这是中国大陆的四川成都 在今天宣布 将从9月1号傍晚6点开始 一直到9月4号 全市居民都要居家四天 也就是强迫居家不得外出 这就等于进入了四天的封控 而这一天是中国 那么从中小学 一直到幼稚园的开学日 上海有220万学生 半年都在家上网课 那么今天重返实体校园 不过中国各地的疫情 是这边开这边封 有很多地方今天没有开学 在深圳除了高三的学生 回学校闭环管理上课之外 其余全面还是继续在家上网课 进入学校的第一步 他们会在这里进行体温的测量 而早在开学的14天之前 这些孩子们就已经在上海的家中 进行了健康的自我管理 并且要持24小时核酸异性证明 才能进入到学校 完成所有防疫规定 才能回到校园 上海今年三月封控后 220万名中小学幼儿园学生 就被迫在家上网课 如今过了半年 终于又能回校上实体课 和同学见面 开学后 失神每天还要在校 做一次核酸检测 上海能如期在9月1号 达成开学任务 代表疫情风险相对低 反之暂缓开学的省事 则处于严格管控中 学校是组织我们提前一周 进行了一些线上的备课 包括我们根据我们教员组 认真地研读了最新的 新课标的内容 老师对着电脑线上开学 深圳由于当前疫情 呈现多点散发 举步爆发态势 最终决定让中小学幼儿园 改上网课 唯独能回校上课的高三生 则要闭还管理 教员实行封闭管理 高三师生与相关教职员工 在校住宿 核酸检测不漏一人 三十一号大陆单日 新增突破两千例 其中本土占一千九百零三例 四川通报的病例数 是仅次于西藏第二多 有两百二十一例 四川成都不仅暂缓开学 还发布居家令 从今天开始至九月四号 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并且要求从今天的傍晚六点起 全体居民原则居家 成都要求市民四天不外出 形同进入封控 相较大陆防疫严格手段 香港在开学前一天 但日新增确诊又突破九千例 不过学生们还是按规定 连两天做快筛后入期开学 避免疫情进校园 港府继续催针计划 近期更严厉将出入各场所 所需的疫苗通行症年龄 从原本的十二岁以上降到五岁 疫情反复各行业复苏状况 特别受关注 大陆的影剧市场 近期才有好转迹象 在浙江恒店表示八月 有三十五个剧组开拍 正在拍摄的剧组超过了八十个 预计到十来月底 我们还会投入十三个摄影棚 那么二十五个摄影棚 将将对市场开放 除了剧组收益 影城也积极开发观光 最新玩法是让游客在景区内 扮演角色和工作人员互动 仿佛生活在戏里 七月份每天都会在几百个人 来体验我们这个清晨镜的剧本 那么因为暑假嘛 大多数都是亲子游 所以很多都是爸爸妈妈 带着孩子来参与我们的剧本 今年四月恒店 曾因为浙江一波疫情管控 不少剧组撤离 如今稍有好转 但大陆多地又传出管控 让市场振兴又添变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